中信大學歡慶創校103週年 日前在南投分部綜合大樓 舉辦高校生根計畫教學成果展 結合校內三大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USR大學社會責任 產學鏈結中心以及智慧機械團隊 學校副校長楊長賢希望 讓在地鄉親透過觀展 了解新大的教學與研究現況 以及研發的創新產品 接下來看這些介紹 對我們以後升學也有幫助 比較了解之後想要去做什麼 這讓我們能夠在職業上面 能夠有一些前瞻的了解 我覺得這對於我們後面的選課 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這個成果中間 主要中信大學執行的工作 有包括在教學上面 希望您能提出一些創新的做法 來讓學生能夠受益 另外還有在高教公共性 就是輔助弱勢學生的這方面 我們也有一些非常多的成果 高教生根計畫聯合成果展 展期到12月9號為止 呈現新大近年來 在前瞻研究 產業連結等的亮眼成果 主導老師謝倡偉表示 希望藉由農業生技 與前瞻產業技術 開發出更多的產品 我們做了兩種飲料 一個是黑麥汁 一個是白麥汁 而且我們是全世界第一款 把鳳梨絲加果肉 直接再跟氣泡飲去做融合 所以除了喝氣泡飲 沒有酒精的這個過程中 你也可以喝到啤酒的風味 在茶優格的部分的話 我們用了特殊的菌種跟製成 把茶的風味把它導入 增進了這個優格產品本身的特性 然後讓它做成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質地 叫靈泰優格 那也因為茶的導入 我們把優格的酸味跟色味 把它中和掉了 《燦若繁星教學成果展》 整齊到12月16日 呈現教學創新 以及主題是教學成果等等 吸引許多當地的鄉親 以及學校前往參觀 藉此讓各界以及師生們 拓展教學與學習視野 瞭解目前創新領域的研發成果 記者曾光佑 中興新村採訪報導